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 因为流传在外面的修行的特别多 真的特别多 各门各拍特别多 那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老师呢 寻师在中国修行的过程当中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永远不是你找师父 而是师父找到 师父觉得你合适才会合适 不是徒弟觉得我要拜到哪个法门 这个法门就一定要收你的 资质问题 就是法门里是这个门里的人 觉得你符合我 是他来找你 不是你去找他 所以这涉及到一般修行的目的了 对吧 就一般修行的目的有养生啊 神通啊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 这些都不是修行的问题 修行的目的从始至终只有一个 无论是佛教 佛家还是道家追求的 像佛家告诉你 追求的是圆满 道家追求的是清净 或者说那个天人和也就是那个清净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神通养生 这些都不符合 是自己自我的圆满 那我怎么知道我走的路是对的呢 你如果在修行中 如果是师傅教你的话 在那个法门的师傅当中的话 那师傅会告诉你 你走的对不对 所以尊师重道是在中国修行里 一脉相承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是自我修行 那是自我探索 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因为我们上次提到的是说自我修行 就是你是不介意自我修行的 我不介意自我修行的原因是 我首先把这个两个说补充一下 自我修行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 基本上都是自我修行 但是如果我们狭义的去定义自我修行 就跟着某一个师傅去修 或者说你觉得可以拿到某一个门派的一个 武功一级自己去修 那种自我修行我是不推荐的 因为你在学他人之路 那你必须有他人 这个以前叫师傅临近门 需要师傅的指引 但是大部分人说我要自我修行 完全抛派各门各派 我也不借鉴 那是没有问题的 那以佛家来说 著名的一个宗派叫禅宗 禅宗只有十六字要义 这十六字要义是你禅宗看不到修行的文字的 法门都没有 禅宗的十六字要义第一句叫做不立文字 第二句叫叫外别传 第三句叫直指人心 第四句叫见性成活 所以顿悟来自于禅宗的智慧 那么你能够理解这个 你在这个事情当中 自己去修行的时候 你达到那个圆满的境界的时候 你自然就圆满了 那我做善事啊吃瞻算不算呢 这种不叫修行 修行是自我的圆满 做善事能使你圆满吗 你连自己的本性都迷失了 这个本性不是说我要去做好事 而是你自己是谁 你都没有找到叫本性迷失 本性迷失在佛教里面就是众生 觉悟者 佛教那个佛的英文叫孤单 他其实意义 意思就是觉悟 而如果你是迷的 迷者为众生 觉者为佛 所以他并没有高你一点 说我是一个法力无边的大神奉者 没有 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和你一样 只是他觉悟了 他圆满了 我们刚刚之前讲就是所谓圆满 圆满清净 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就是 人都有缺陷 之前我们讲 另一个视频当中我们提到的命理学 命理学天下八字 就是你的人出来都有病 你都需要药来挤 当你达到那个平衡的状态 你圆满 圆满这个境界是所有人要追求的 也是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去追求的 佛家是讲圆满 道家是讲清净 那前面你讲到了圆满的相关的一些表现 那清净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无烦恼啊 这个清净的状态 其实我们之前讲 命令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讲了 其实让你知道 命令你就是在往你这个人生过程当中去修行 去真正的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圆满 其实这个词我们一直讲 中国人真有趣 就是它一方面很谦逊 在文字里就很谦逊 如何谦逊呢 你看就是我们讲外太空 我们英文单词叫universe 直一的话或者叫宇宙 那宇宙我们在淮南自立 古往今来只为天元地方只为重 它其实时间和空间的叠加太平 就是我们在西汉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篇文章了 然后 但是呢我们还有另外的词 就刚刚我说的 外太空 外面很空 太空了 是一个很谦逊的一种表达 其实外面什么都有 让我们讲太空了 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圆满 是不是是反面的 外面很空 你追求自身的圆满 自身的圆满意味着什么 我们听到就是另外一个比喻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当你知道的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越觉得自己的不知 这就叫阴阳对立 我们大家讲 当你有很多阳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你马上就知道阴也在那里存在 对立面就来了 凡是一件事情总有它的对立面 有的身体有的死 所以当你学的越多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不知道东西 什么样的出现了 那你圆满的是什么状 我全都知道 意味着我全都不知道 所以一个圆满的人很谦逊 一个得到高森 他不会和你去争论 他已经达到 我们假设 这个无论是 反正就是世外高人 他很谦逊 给你说的都懂 我们就要看到 实际上呢 你所有的说法都无法在 金武大大的思想上 他已圆满 装不下任何一体外来物 但同时他表现的非常的清晰 他不会把你的 他的那些强加给你 这叫自身圆满的一种禁忌 这种境界非常非常 很多人觉得我已经圆满了 但是他很容易去灌输他的那个知识 去强迫别人接受他 我是对的 我经常看到很多视频上说 其他人的太极都错了 唯一的那个太极兔应该这么化 其他人讲那个论语都错了 只有这么一个知识 所有人对对这件事情误解了 只有这个事情是一个唯一的解 这不是圆满 他知道的太少了 因为他知道外面还有那么多 真正的圆满说 外面的也在我这里 其实这是一种很难言语的一种状态 非常非常难 当你听到一个人说 其他人都错了 我这个说法是对的时候 他知道的太少了 离圆满差太远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来看 有些人 他是为了养生 他是为了 比如说一些神通 他觉得 这是我最求的目的 那其实带着这些目的来去 修行 是不可取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可取 你修不到 南辕北辙 我们讲刚刚就提到的 叫做善事 其实还是 因为中国现在是 就是造佛的三教组合 那这里边有很多的经典点 因为道家基本上不会像 用灌输这些知识 或者是解答 很少 非常非常少 但是呢 佛家里边有一个经典 达摩建梁武帝 梁武帝跟他说 我做了那么多的善事 修了那么多的寺庙 我实际功德很大 是我修行的就很好 达摩不好 你那都不叫功德 你的功德叫什么 自我成功 这句话又放到了 我后面可能会有一期 专门去讲的 就是 德国有个哲学家 舒凤华 他有三句话 人的一生最大的才华是什么 他否认了 不是你读了多少书 不是用了多少的知识 不是那些东西 都不是 只有三样 第一样 灵魂的觉醒 第二样 思想的包容 第三人格的独立 就这三句话 而我们讲灵魂的觉醒 恰恰就是我们 无论道家 还是佛教 禅宗里面讲的叫 见性成佛 见到自己的本性 你灵魂觉醒了 你知道了 所以你做那么多 那是外在 那不叫功德 那叫哪本自功德 这句话在 如果要修 修行 自我修行当中 我唯一可以推荐的 就是禅宗 六祖慧能 他是文宝 大字不识 但他得了禅宗的衣钵 顿炉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这就告诉你 老天给他的使命 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都能成佛 那任何人都可以 放下你的所有的东西 他不具备任何外在的东西 你就可以 他有一本书叫谭经 六祖谭经 这里面的那个故事就是达摩 达摩是禅宗的医祖 他告诉你们 你做的所有的庙里 捐的什么香火钱也好 做的功德 什么善事也好 都不叫功德 你吃一辈子的债都不是功德 那顶多叫什么 叫福报 你连你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哪个字叫功德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 其实修行它没有固定的一种模式 甚至没有固定的老师 那比如说我在 我买了一本书 然后我拿回来 跟着它练 可以吗 首先是这样的 就是你买的这本书 是一个人写的 那个人相当于他 我们假设他已经 自己修炼到圆满的这个境界 他愿意把他自己修炼的过程 分享出来 没有问题 但是这本书能写得有多完整呢 是不是能够涵盖到方方面面的 是不是所有人在按照他的 现在遇到的问题 都能得到解决呢 如果可以 当然是一种自我修行的办法了 这个但是如果不可以 你修炼了 就我们中国人 就要走火路 为了防止你走火路 才有师父 你说歪了啊 不对啊 不要往这个方向去啊 就是武功秘笈 修行秘笈 都是一个概念 这叫方法 我们说在道叫法 法门 你通过这个法门 你学的是别人的法门 不是自己的法门 那换过来说就是 金翁的小说里面 这个张三峰 他在就想 哎呀我为什么要寄人篱下 因为当时有人建议他去投靠到 郭敬美家 或者是其他美国去修炼 我为什么不可以自创猛派 这是作为张三峰 他的师父是绝远 少林斯的师父 这样 OK 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最后是什么呢 太极权是什么 自创 他去感悟这天地 所以他去教他下的武当习侠 这些东西 他并没有说 我看一本书去修 光看一本书 你看黄龙怎么坑欧阳风呢 欧阳风的武功造诣 水平很高 强烈九银真丁不走火入魔 就是每个人这个过程中就是一样的道理 你需要去 你去买书看 不是没有问题 是你的悟性 你会不会走歪路 而这本书能写得多详细 很多人他在写的时候 我觉得清车熟路 就可以过去了 有的人认为 就很多很多时候什么所谓的功法叫取巧 我举个例子就是 大家应该在修行的过程中 到家有个法文 叫三车力 三车力是指人过三个修行关卡 第一个是腰鱼 最后是预诊 中间是甲鸡 家住的鸡 应该是人脉 打通人度二脉 前面一条应该是人脉 二度脉 后面一条是人脉 那第一个关是什么呢 冲击你的腰鱼血 其实就是后面那一根 然后脊柱说的多 就是最下面的根脊柱 那个腰鱼血 腰鱼血的一个关口 是如何让你的先天修炼器 先天仪器冲破这个关口 这个关口要像羊拉车一样 慢慢地拉 它这个法门 所以叫阳力 到了家伎学的时候 要向路小跑 就叫路力 最后到了预诊 直接可以冲到云丸宫 打通周天 我们都听到修行里面 各种各样的 在这个修行过程中 最后要快跑 像老虎门虎扑过去一样 叫虎力 好了 你们听到阳力 路力 虎力的时候 一定想到了喜悦记 车吃过三个法师 所以他们的水平 一定比不上的是猴子 猴子是天生时候 所以最原始的修行是什么 让自己的先天之气充满全身 我需要阳力 路力 火力来搬运吗 积攒自己 回复到先天之气的状态 我就要让我自己充盈起来 我气不够我 当然 就是投机去想 我的气不够成熟的时候 我如何搬过去 冲破我的腰余穴 冲破我的家伎穴 冲破 实际上是什么 自我学习个道理 但这个门派的确通过这个手段达成了 你不能说错吧 但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很危险 是不是会有很多困难 你强行去冲这个关 所以很多人说 在修行 冲最后一个 打通大周天师要命的关卡 要避死关的 很多门派叫做死关 过不去就是死 危险系数极高 他会在书里显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你走 像道家里边 刚刚我说了佛家 要推荐的是六祖贪金 是修 性的 借性的功夫 那如果是道家 我推的太清源道真经 或者你读清净经 这个 样式 它很简单 谁都能修 没有规则 但是 它见效最慢 它就是自己修 你物质很高的 从里边能修出来 它没有法 没有投机去教 所以大道之间 对 就告诉你这是最简单的东西 但是你不愿意做 你想投机 你想快 滴水 穿石的事情 有多少人愿意做 下这种功夫的人 然后不得人家今天来 我吃一粒金丹 明天就是神天 这种投机去想的心思 如何圆满呢 如何圆满呢 OK 你之前提到过 就是佛家主修 性 道家 性命 双修 这个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性和命 是两样同时存在的东西 就好像硬和阳 所谓性 就是你的原神 或者我们讲 就是最虚无的东西 人的本性 性命双修 那个性 佛家为什么要修性 因为指指人心嘛 就是你那个人心嘛 那个心是什么 不是heart 不是心脏 不是灵魂 不是soul 那个心是一个 很难表述的一个 一个东西 所以到处去讲 你当恢复到本性 所以我们 道家讲原神 佛家讲性 见性称佛 你能见到你的本性的时候 你一定称佛 你就无所谨 那么他去修这个东西 他认为这是最根本 那什么根本 肉体 他不会去修炼肉体 佛家没有养残了功夫 因为他去修炼自己的内心 所以你觉得 那个做哭馋呢 苦行分本 他会在乎自己的身体吗 二祖为了求法 是把自己 一条胳膊给割掉的 证明给达摩 他不会爱惜自己的身体的 所以到家的命 就修饰自己的身体 要同时修 而不是只修一个 那佛家当你达到一进境界的时候 所以高僧会留下舍利子 舍利子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修命 那些能量 或者是聚集的身体 他不要的 无所谓 他都不需要 所以他这个火化 一定会有舍利子 没有一个老道士有的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老道士 老道士叫雨化 我连身体都要带走 我不会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任何灯 我都带走 我不仅要修信 我也要修命 所以养生跟道家就等于 叫全生避害 我追求的就是那个 生生不息 天地之大德 之约生 就我们讲的是生 我怎么可以抛弃我身上的红线 不能抛弃 我要修命 也修信 我们现在听下来 基本上修行 似乎是人人可修 没有人种限制 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仅没有人种限制 物种限制都没有 我们谁说阿摩阿哥不能修行呢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那鸡犬都修行 我们刚刚说的修行是 为什么人会去修行 人肯定没有限制 因为要追求圆满 那其实我们讲 鸡啊狗啊猫啊 动物植物 甚至石头 刚刚我们说的是猴子 在石头里奔出来 它就天生地要向往 首先要求得一个人生 它也在往修行 这是一种进化 这才是真正的进化论 因为进化论是一个 很伪科学的命题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 但是修行是一个真正的进化论 是生命能量的高阶运转 往高去走的 我们讲物理学 有一个定理 叫伤增 能量是发散的 能量是从高到低走的 越来越没有 越来越汇聚越没有 那OK 按照这个道理 生命是从五积物开始 五积物变有积物 单细胞变多细胞 多细胞变植物 植物变动物 一步步发展现 它是能量的聚合 隐隐之中 是不是有一个推手让他们聚合在一起 因为按照物理学的定理 它应该消散 应该有一个最牛逼的存在 然后慢慢死掉 人是最高等的吧 人最高等 所以动物要向人生去求一个进化 那人的再往下一个进化 叫圆满 它其实不是物种结构上的 是能量的聚合 它对抗的就是那个物理学 那个是由阳到阴的过程 我们的修行是阴到阳的过程 否则我们人的能量 生命能量是不是越来越少 所以会衰老 会死亡 当我们把真正的生命能量 修回来就圆满 这个境界是非常远高的 所以不要说人种 都没有物种 它是没有壁垒的 它没有这种界限 说谁可以修 谁不可以修 谁不能修 是它自己说我不能修 我不想修 我不认可 它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绝缘体 绝缘这个词很好的 佛不渡无缘之人 缘很关键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先讲到 这关于修行 和其他的一些 我们以后会有很多期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多期问题 我们多多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